陈律师好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妍一律师 陈律师一开始把你个人背景介绍一下吧 目前我是沿尼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然后我毕业于台大新闻所 现在在就是厦门大学的法律博士班就读 然后主修是刑法相关的一个领域 所以专长也是刑法吗 其实我们诉讼的话就是民刑有时候都会连在一起 但是就学术的部分的话 刑法的琢磨会比较多一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些网路的问题 包括你个人最近也开始把一些比较艰深的法律问题 透过拍影片让大家理解对不对 是 怎么会想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本身我是台大新闻研究所毕业的 对然后新闻研究所 新闻就是要把一些各个领域的事物 然后把它划成一个一般人可以懂的文字 所以法律这个东西对一般民众来讲 都是有点距离的 对然后我认为说我可以发挥我之前新闻所学习到的专长 把法律文字转换成一般人民就是可以去理解的文字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一个法律的普及 所以这样讲你对新闻的这个事件也会比较敏感 比较敏感对 就是看了就会知道说背后的操作原理是什么 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比较容易遇到的法律问题 一开始就是一些毁谤啊或是什么 阳碍名誉先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骂政治人物不会有事 可是骂个人通常就会被告 第一个当然是那个主观方面 主观方面我们不讲法律的话 政治人物有时候会为了维持形象 然后所以他们会比较倾向于说 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就算了 对但是如果是个人的话 通常大家就会很介意说 被说怎么样被说怎么样 所以就会比较会去计较这个事情 所以你的意思 如果政治人物真的要告还是可以告啊 看是什么样的事情啊 因为我们常看到什么可受公平 那到底什么事情是可受公平 这个部分比较涉及到那个诽谤罪 诽谤罪的话就是我们讲具体的事情 比如说去讲这个政治人物 他做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对然后有几种状况之下 在诽谤罪他是不法的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能够证明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话 比如说我讲的是真的 然后这样就不法 然后再来就是说跟公共利益有关的 就比如说像是政治的议题啊 公共政策啊这方面的 所以您刚刚说那个部分 可能比较属于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他跟公共利益有关 所以原则上就是在诽谤的部分 他设有这个不法的条款 所以就算去告也会被判无罪 所以等于大家都可以评论 对原则上是是这个样子 对因为有时候 事实的交错会 会有点互相这样交错 对所以还是要去看个案是什么状况 可是我们就不能够具体说 这个政治人物他贪污了多少钱 这样可能就真的会成立对不对 看这个部分是跟公共利益有关 还是涉及私的 因为有些部分可能跟私人会比较有关系 那有些部分跟公共比较有关系 那如果我们讲就是就公共政策 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评论的话 原则上是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也是可以合理怀疑 是可以啊 好那我们刚刚还有聊到这个 公然侮辱跟毁谤罪到底什么差别 先把这个定义区分一下 是公然侮辱罪的话 跟毁谤罪最大的一个差别在于说 公然侮辱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谩骂 然后毁谤罪的话 它是一种比较具体的指摘 那比方说如果你去骂别人笨蛋啊 王八蛋这一类的 因为笨蛋王八蛋像这样的一个名词 比较抽象嘛 所以它算是公然侮辱罪的一个范围 对但如果我们去讲具体的事情 比如说去讲说 你这个人这一次怎么断考考很差 能力真的很差 然后很笨这样子 就是有去讲到某件具体事情的话 这样子的话 就是诽谤罪的一个范畴 那两种哪一种比较重 诽谤罪比较重 对就是公然侮辱罪的话 就是它原则上是 最重是判拘役 然后诽谤罪的话 就是如果你是用文字跟图画去散播 然后因为用文字图画散播的一个 就是传播力比较强 对那个就是说 当事人的伤害比较大 对所以它是加重诽谤罪 然后最高是可处 两年以下有起图刑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我讲的是事实 就没有诽谤罪的问题 原则上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能够证明是事实 然后我们另外在那个大法官试制509号 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证明你说的是事实 但是根据你所提出的一个证据跟资料 然后可以想象说一般人在这个状况之下 如果有这些证据资料就可以去认定说 他有可能这件事情是真的 这样子的话也不会成立诽谤罪 这他有把它做一个就是放宽这样子 所以这样讲要成立诽谤罪 如果不够具体的话是不容易成立对不对 原则上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宪法第十一条保障言论自由 对所以原则上我们在实务上 我个人认为其实法官对于诽谤罪的成立跟侮辱罪 原则上是蛮严格的 就不是那么容易成立就对了 所以当我们在网路上骂别人笨蛋 我又举例他做了什么笨蛋的事情 骂笨蛋的话就是公然侮辱罪的一个范畴 这个还蛮容易成立 这个诽谤罪你讲事情的话就有刚我说那一些 就是例外不法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那公然侮辱罪好像还有一个行情表对不对 那个网友都会整理说骂笨蛋几个字罚多少钱 判多少钱 然后行情都是几千到几万之间 对这个就要看说 因为实务上就是说法官他们判断 然后会有一个标准 那比如说你骂王八蛋跟骂三字经 然后他会根据你个人 比如说你受到一个侵态的一个程度 对然后去判断说应该要就是罚多少钱这样子 可是很多人都会耍赖说我是口头禅 口头禅 其实我们在实务上我们还真的这样子去讲过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就有当事人 他就骂三字经 讲话钱一定要先来个三字经 对如果真的有办法去举证 我觉得这是举证的一个问题 真的有办法去举证说他是确实是口头禅 比如说有被录音 然后无论讲什么之前他都会来一个三字经的话 那蛮有可能会被认为说 这个部分不会构成公然无辜罪 自己要举证 但是如果对我们就是举证责任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那如果就是说没有办法很足够的举证 那原则上骂三字经这个会比较明显 就是会是公然无辜罪 那还有一种耍赖的方式是对着你的方向骂 然后我会说我不是对你 我是对你后面的人 这也是一个技巧对不对 这样子骂的话如果是我们讲说是公然无辜嘛 然后要一个公然的一个状况啦 那原则上就是说只要是能够让别人知道说是骂这个人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也会是公然无辜罪的可能比较容易构成 就别人听到就算 不是说当事人就对 应该是说如果你是在一个公开的空间 公开场所 然后大家都可以出入 这样子的话就算现场不一定有人 比如说就我跟你 可是我们是在室外 公共空间 对这样子的话就会构成了 那你也不能讲你骂别人 因为公共空间只有你跟他 这样子就会成立 这个就要看个案了 就如果在当时的情境之下 然后很容易判断出来说 其实讲的一定就是那个 就是比如说我讲的就一定是你的话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也会构成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具体认定跟矩阵的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讲公人是公开空间 那FB或者是赖私讯在那边互骂 这样子就是私密空间 对因为公然无辜罪的话 一对一的话是就是不会算是公然无辜罪 但是诽谤罪的话 因为他没有公然这个要件嘛 对所以 就变成诽谤罪 所以但是所以你去讲别人八卦 比如说 今天就是我去跟另外一个人讲你的八卦 这样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构成诽谤罪 所以你躲过公然这两个字 你可能躲不掉诽谤罪 对对对 因为诽谤罪没有公然的要件 所以这样什么 反正出口之前一定都要小心 或者是打字之前一定要小心 对不过我们因为台湾其实还言论自由还蛮就是保护的蛮周全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在实务上对于会成立就是这一类妨碍名誉的罪有比较严格认定 比较不容易成立 对 而且是不是对所谓的政治人物我们的这个法官尺度就更高 就觉得你本来就要可受公平 对是 就是说因为他跟公共利益有关 对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对可受公平的事情 就是除了是政治之外 比如说像是我们在Google上面对商家做一个评论 然后这个也算是可受公平之事 不过还是要做适当的一个评论 这样子的话也是属于诽谤罪不法的一个范围 不过前提应该你要有一些具体事实嘛 你去给人家乱留评论 至少你有依据才比较不会被店家反告 对不对 你总不能没去吃过 你就故意说这东西很难吃 对如果你不做事 因为像可受公平的事情 你要做适当的评论 因为法条上面是311条 做这个例外规定的话 他要说你要做适当的 所以如果完全无凭无据的乱骂一通的话 这样蛮有可能就是说会成立就是公然污辱或是诽谤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说很难吃 但是前提你要真的吃过 对不对 是这个倒是真的 因为这是主观认定嘛 我觉得不好吃 就当然就可以留不好吃 如果没有吃就这样骂的话 这样的话我觉得蛮有可能会成立诽谤罪的 好那另外我们还有讲到一些网路 如果有人骂你跟着按赞 或者是跟着去留言复合 这样是不是也有可能一起被告 是就那个按赞的部分 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在网路上按赞那个含义的话 是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看到或我认同 是就不一定 但是认同的话就不一定 就看个人 对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 有时候就是像比如说脸有 然后脸有比较多的话 然后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一直连续按赞下去 不会仔细看 对不一定 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划得比较快 然后会按到之类的 对所以按赞的话一般来说 我们比较不会说因此 就是会去成立这个 就是共犯这样子 对但是如果你按赞 然后虽然说到最后一个官司的结果 可能不会成立共犯 但是有可能就是你被告 因为像有些人就活起来了 全告 对就全告 这个真的还蛮常见的 就反正全部一起告 虽然告不成 他就是杀劳你就对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 因为比如说像又要开民庭 又要开刑庭 然后还会有比如说刑事的话 会有什么侦查阶段 跟那个就是法院审理阶段 然后民事还一审二审这样子 对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一直去疲于应讯的话 那甚至有些时候 你可能会跑比较远的法院 这样的话会蛮伤省的 对而且很花精神也很花钱 对所以一般来说 按赞的话 还是 虽然说有时候会手滑 但是还是稍微谨慎一点点会比较好 比较省去无谓的麻烦 就是如果这边很明显 他就是个情绪的发文 或者是诽谤文 你就要小心 就可能要散过去 可是我们来讲 前阵子我们那时候疫苗正缺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会留言说 疫苗怎么样怎么样 就很多人就被警方传 什么社会维护法去传 可是到后来那边好像也不了了之 是 所以是警察一定要做这个事吗 社维法 社维法的部分是属于 比较行政法一个领域 然后因为这部分就是我们讲说 这个就是疫苗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疾病的部分 它比较属于公共领域部分 所以这部分警察他会去 介入去做一个社会秩序的一个 维护这样子 然后当然可能具体要看说 到底他们这样讲 也没有去违反到那个 就是行政的一个相关法规 然后原则上前一段时间是查比较严了 然后后来就放官 也没有说什么真的被起诉 反正警察一定会传送 对警察来讲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 作业标准 SOP 他们之前可能会被上 就是上面的机关要求的 比较严格一点 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就是在政策上 会比较严格一点 就是怕谣言一直流传 对他们就会比较 堕实的去执行这样子 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就还好 现在因为比较 疫情比较缓了嘛 所以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子 所以就是警察会传 但是检察官不一定会认定 那检察官如果认定了 法官又不一定认同 反正就是要一环扣着一环 是是是 因为就是说我们 就是比如说民事刑事跟行政 然后都有不同的阶段这样子 所以然后一个人 如果他会认定说到最后 他必须要去承担 一个比如说 有罪的一个结果的话 那必须要经过层层的一个审查 这样比较能够去周延保障他的权利 很严谨就对 是是 所以才会有一审二审这样子 是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 网路著作权的问题 我们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图片 另存新党 然后发在自己的文 或者是我们看到 别人写个文章 很不错 我们就给他复制贴上 我们要怎么样避免 是这个著作权的去侵害到别人 老师这样 就是说在网路上转贴的话 有没有 这个部分涉及那个 著作权法上面的 就是重制跟公开传输 但原则上呢 我们在著作权法上面有规定说 你去做这个这些动作 比如说转贴的动作的话 然后原则上是要著作权人的一个授权 就他有同意这件事情 然后如果 因为很多事情 你不太确定他有没有同意 比如说像脸书就很明显嘛 你如果按分享 你这个是公开的发文 然后公开发文 其实他预设的机制就是说 你是不是可以分享的 所以这部分分享比较不成问题 因为可以去 回溯到本文 对 你就是你知道他末世就是说 他是可以分享的 对 所以可以推之说 那个就是说 那个作者他有去授权这件事情 所以可以间接知道 但是有很多状况 你没有办法知道说 到底这样转贴 是不是有经过授权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说 有没有符合那个 著作权法上面 合理使用的一个规定 对 那合理使用的规定的话 我们规定在 著作权法第61条规定说 比如说像 政治经济跟社会时事的 这一类的评论的话 如果说那个作者没有说 不可以转载的话 那像我们新闻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是自由的转贴 除非他有说不能转载 就政治经济跟那个社会时事 这一类的一个 一个就是文字 或者是说是著作这样子 然后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做非 个人跟家庭 做非盈利使用的话 对 那原则上你就是 在你们自己 自己这个小圈圈 比如说个人跟家庭里面 这样子做私自分享的话 原则上也比较不成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说 有一些比较常用就是65条 作权法65条 第二项的一个概括规定 就是会不会被认定说 违反著作权法 因为著作权法 就是他一样是有行者的 对 所以他会在这个概括规定里面看说 到底有没有去违反这个著作权法 因为如果你动不动就违反的话 这个国家也是很可怕 对 就是好像很容易触犯著作权法 所以我们会看说 比如说你去利用这个著作 他这个著作的性质是什么 或者是说 这个著作他 你利用这个著作的比例 在整个著作里面占多少的比例 或是你利用这个著作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是盈利还是非盈利 还是说你利用这个著作 会有造成什么样一个结果 比如说可能会害这个著作 他在市场上的一个销路变很差之类的 如果这么重大的结果的话 那会比较容易去认定这样子 所以最有名就是古阿末 那个电影的那个短片剪接 是 后来也是有上法院 那现在进度也不知道到哪 如果说是公开发文 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分享 没关系 那如果他是锁定对朋友的话 是我们就不应该给他公开 就是不能够分享 对因为脸书上面的机制是说 你公开发文的话就一定可以分享 然后相信在就是说 在脸书上面公开发文的人 就是设定那个 就是范围是公开的话 然后他就应该知道说是可以分享 所以可以 可以间接知道推资说 他是就是有授权 你可以去转载的 那其他部分如果没有办法去确定 有没有授权的话 那就要看有没有符合那个 诸作权法上面合理使用的一个规定 这样子 而且还有什么问题 到底是不是商业使用 那个也是人家考量的标准 是就是说65条第二项的规定说 那这个部分算是概括条款 因为如果是商业的话 他造成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会比较容易去构成 那个诸作权法的一个违反 那我们现在也流行用LINE去发一些长辈图 或者是问候鱼 可能找一张漂亮的照片 然后加了几句早安你好 那如果万一这个照片有 是人家拍的怎么办 会不会侵权 是这样的就是说 我们看那个长辈图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图片 然后一个是在图片上面加早安午安 那种文字上面 那我们说 一般就是说取得这个图片 他当然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授权问题 然后你再把文字加那个图片上面 这个就是诸作权法上面的改作 改作一样要经过那个 就是原来那个诸作权人的一个同意 对 然后我们这边一样就是说 因为LINE部分都是多次的转传 所以你很难去判断说 到底就是诸作权人 有没有去同意这件事情 所以授权这个部分 我们就无法确认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 有没有符合合理使用的规定了 那还是回归到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诸作权法第65条第二项 就是到底有没有 比如说他利用的这个著作的性质 种种的 还有利用这个著作造成的一个影响 来去判断说 他有没有构成一个诸作权法的违反 因为也不能说那么容易就构成 对还是需要经过一些审查 那个案做判断 来判断说有没有违反诸作权法 所以如果你是转贴的话 他问题比较小 因为他已经可能转贴很多遍 你不要自己去抓一张照片自己做 这样就比较危险对不对 可能要个案认定 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图片 对因为就是说 但一样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时候如果告一起告的话 然后全部都有 会有那个应讯的一个麻烦这样子 我懂 不一定告的人 可是你一定要被传去 对有时候可能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可能长辈图的话 我觉得几率没有那么高 因为那个早上午安 除非是一些很特殊的状况 不然我们讲一般的早安图的话 应该都还行 不能说他是 就是一定是合法的 不过对那个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话 可能会比较容易构成 因为他造成一个影响会比较小一点 这样子 那我看到很多人发文 他如果去网路找一张照片 然后po在他的FB 然后写了一大堆他的心得感想 然后他都会注明说 照片来源网路 那是不是加这几个字 就可以避掉所谓的清权疑虑 这个部分的话 他可能以为说这样写 就得到授权 然后事实上 这样子写跟授权 其实是两回事 有写跟没写一样 只能说他相对他有尊重 比如说他有著名出处 所以在判断是否有合理使用的话 他可能也会被纳入一个考量 就是说 看像是不是架 是不是有比较 造成的影响比较小一点 然后就 就比较会构成合理使用 但是也没有说一定 还是要看个案做认定 但是有写总比没写好 也是有写比没写好 至少你有 表示说我有尊重来源 只是我不知道来源是哪里 我就注明一个网路来源 是是 就是说比如说像有些人 就是说来自于 比如说 网路上的某某这样子 对 然后当然那个人 他著作权 他没有 不一定授权给你 那你有这样写的话 就可能会比较容易去 符合那个 著作权法六十五条 第二项 就是合理使用的一个规定 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看到我朋友 PO文 我就把它 这个存下来 我就说来源来自于我朋友 这样子万一清泉 是不是就可以推给我朋友 因为我看到他发文 我才以为 版权在他那边 可能到时候就看 那个官司里面 大家怎么打太极选吧 就是你推过去 推过 到最后 希望能够推出一个 合理使用的一个结果 这样的话就比较不成问题 但是也可能两个都有事 对不对 不是以为你写着我来源来自于朋友 然后就没事这样 对因为这样变成说你们两个是公伐 对啊 这样就很麻烦 如果是公伐 公伐你也不限人数 你十个也可以 所以这样讲的话 我如果去存所谓的艺人的照片 是不是这样就 是公共使用就比较不会有授权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就会贴零置零的照片 或者是谁 什么网红啊 或者是一些名人的照片啊 对这部分的话 可能还会另外涉及那个肖像权的问题啊 对 然后就是就那个 著作权的部分 可能也会有违反 因为他们通常比如说 都会有那个经纪公司 在专门注意这个事情 对 所以就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不慎重的话 你就随便你去抓 那个人家就是未经授权的图片的话 确实有可能会去违反 因为艺人照片很多啊 网路泛滥到处都有啊 所以就变成说 因为太多了 所以你去抓也很奇怪 变成说已经一种 虽然不见得是合法 就跟长辈图一样嘛 长辈图也不一定是合法 但是大家都在做 然后抓这些图片的话 其实也不一定是合法的 但是还是都是 大家都是这么做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帮你宣传耶 我抓你的照片 PO在我的板 这样我的朋友就认识你耶 其实有一些经纪公司 他也会放水啦 因为就是确实 明星他就是要散步嘛 对所以他们的形象 如果越广的话 大家对他们的一个认识度 就会越高 对所以 或多或少 有一些状况可能会默许 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对但是 也不一定是合法 这跟法律就是两回之事 因为这个是属于大家 大家习惯的事情 跟合不合法 就不一定有 那个直接的关联性 他可能是鸡飞城市 然后经纪公司默认 但是有一天如果他不想隆忍了 可能就全部会被告就对 如果运气很差的话 是有可能会这个样子 对啊 因为万一这个艺人缺钱 他就把全部的那里使用过他照片的人 或者是写一些负面东西全部告 他也可能又会做这样的手段 真的非常非常倒霉的话 有可能会这个样子 对啊 而且你看到 我们看到很多艺人的负面新闻 下面很多留言就跟着骂 大家全部跟着落井吓死 对 这样子有可能到最后一起被告 那个就是犯案名誉的部分 对 就是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大家以为 我觉得其实可能 因为很多民众 他们对于那个法律没有很了解 所以就觉得说 一堆人跟着一起下去骂 然后他们就在下面一起 努力的留言一起骂 其实这样蛮有 留言的部分真的比较有可能 可能会去构成那个 就是共犯这样子 可是这个艺人如果真的做了 我们不能容忍的事 比如说外遇 那我们就大家跟着骂 那这样子也会被他告吗 因为他外遇是事实啊 其实公众人物通常就是说 他们必须就是 算是比较可受公平 因为他享受比较高的那个容 对 他就要忍受比较 但是还是有一个 必须适当评论的一个限制 就是法条上面有明文规定 对所以 虽然说评论 但是还是不能够太超过 那有可能就像我刚刚讲一样 就全部一起被告 所以你压应讯 到最后 虽然说不一定会沉罪 但是你就要去 一直跑法律人 这样也会蛮麻烦的 对 所以等于你回应的话 回应的刚刚好 如果回应的太超过 或者是骂到他 祖宗18代 可能就会有事就对 其实像我们通常 法律人的话 如果真的要去做这种事情的话 会做的比较有技巧一点 就是说去避开 可能会沉醉 比如说用词的部分 就会比较模糊一点 所以如果真的要骂人的话 也要用那种 比较保护自己 我有个朋友 我有个朋友 跟你这个事情很像 就骂我的朋友 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把它 就是间接一点 然后模糊一点 然后不要讲的那么 就那么直接的话 其实这样的话 会比较保护到 自己的一个权利 就当事人看得出来 他在骂你 可是他又没有证明说 你是直接骂他就对 就是比较拐弯抹角 拐弯抹角的骂 会比较保护自己 然后直接的骂的话 其实因为拐弯抹角 你如果比如说 去那个被告 妨碍名誉的话 然后到时候你可以 有牵托的空间 说因为那个 我是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如果你讲的 很直接的话 你就完全牵托空间都没有 这样到时候 你要替自己辩解 也辩解不了 那就很直接嘛 对对对对 所以讲间接一点 还是会比较有保障一点 如果真的要骂的话 就是要学习自我保护 是是是 因为你也不知道 当事人他有没有 那个哑量去容忍 有些人他如果不能忍受的话 对啊 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真的我每次看到 很多新闻事件 就会看到他就说 以截图 欢迎大家尽量骂 全部以截图 然后全部告 有真的 有一些人他毛起来的话 都全部告 我也有看过那种 比如说哪一个人 有时候是艺人 还是公众人物 对 他生气起来的话 就是那一篇文章 他们就全部告这样 然后到最后 不管你是丢什么 反正你有跟着一起附和 就全部会一起被告 这样也算是蛮倒霉的 你这样就变成说 就算你就 有很简单的一句话 或是什么的 你没有真的去骂到 但是因为你有去 表达认同 对 这样的话 有可能就全部一起 他就等于说 通杀就对 就几百人就要去应讯 可能还是会稍微过滤一下 因为你传那么多话 可是你们会不会 怕接到这个案子 接到这个案子 你全部要一个一个 去看全部截图 然后一个一个去写 那个 其实通常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一开始的话 比如说 不会知道那个网友是谁 对 然后我们 我们如果我们要走 刑事程序的话 然后警察官 他那边 那边有那个资源 可以去 去调查证据 去查说 那这个人 事实上到底是谁 这个账号的身份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 侦查程序部分的话 我们如果要去 告他的话 就要先做一个 调查证据申请的一个动作 那你真的全传的话 其实在实物上 如果这事情不是很严重 然后你又 要这样子滥用权力的话 其实警察官那边也会打一下 他不会让你这么去 他也要查 他也很累 对对 因为太多的话 而且如果这事情 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话 其实你这样滥用 国家资源的话 他也不一定会准 对 那这样子我们去骂人 然后骂完之后 我虽然被截图 我就把账号关掉 这样还会被收到吗 还会被查到真实身份 如果他有截图到的话 还是查得到 还是查得到 你只要一讲出去 就已经构成了 不会因为你事后 把账号收起来 就不会构成 很多人就这样 关账号 不然就赶快删留言 对 可是这样子的话 只能够说 他的一个 已经造成的伤害 就已经沉醉了 那你如果当然你放得越久的话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说 被害人的一个伤害就会越大 这个跟民事比较有关 我懂 对 可能就会赔更多这样子 那刑事的部分 沉醉就沉醉了 就是不会因为你 你事后把它收起来就不沉醉这样子 是民事可能赔得多跟赔得少 你马上删掉 虽然一瞬间被截图 可是造成伤害比较小一点 对 有可能会有这个差别 就是量上面的认定 因为他觉得说 你可能受到伤害会比较小 对 所以真的要亡样补牢的话 其实删掉也是一个方法 对 可是刑事的部分 如果真的 真的已经沉醉的话 你把它删掉也没有用 就已经构成了 如果被人家收证到的话 那刑事就是一颗罚金嘛 反正就是看判几天赔多少钱 就是看那个是公然无路还是诽谤 诽谤的话 其实我们讲说 如果加重诽谤罪的话 是最高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就真的要去关 不过通常你如果是出犯的话 不会都不会那么重 通常缓刑比较独 除非你态度极度的恶劣 死不成了 对 或者是说 就是犯后态度就很差这样 这样有可能就是说 会把那个检察官折 还是把法官折 他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很可恶 然后就可能会中判吧 哇这样子网路太方便 可是这个纠纷也越来越多 是啊 对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还有一个状况是说 你在路上如果被人家拍到 然后他po到网路上去 你可不可以要求他把他下架 说不要拍到我不想被你拍 走在路上的路人到底有没有肖像权 对每一个人都有肖像权 就是所谓的肖像权就是说 比如说我对我自己的肖像 然后我有就是是否要公开 或是说我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方式公开的权利 对所以如果你在路上你随便比如说去拍路人或怎么样的话 就都蛮有可能会去侵犯到路人的肖像权的 可是拍特写跟拍全景应该有差 我如果刻意拍你的特写或许我们会侵犯到别人 可是我如果拍比如说捷运站的一个角落 那可能路径的人有几十人几百人 全部都都可以要求说我的肖像权吗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权利跟权利之境的一个衡量 就是当然我们讲说全部都肖像吗 就是只要说你肖像 就是说你一个人的长相被再现出来的方式 比如说去拍你啊 或是去录你啊 或是去画你 就是你的样子 然后可以辨识出来是你 这样就是肖像 所以如果我们拍路人 然后有时候是像您刚刚说的一样 有全景啊 近景啊 对 那这是如果就算是全景的话 它能够辨识出来是你的话 这样还是有肖像权问题 但是有肖像权跟肖像权受到侵态 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因为比如说我拍你嘛 那我有著作权啊 然后这个在就是权利跟权利之间 要经过一个衡量 所以比如说像这种状况之下 到底是要去优先保护你的著作权呢 还是我的肖像权 这时候就会做一个衡量 那我们就会个案做认定 蛮有可能 就是说你在拍一个全景的状况之下 然后那个路人又不是太明显的话 这样子的话就是 不会侵害到肖像权 但是还是要个案认定 但是有些人为了怕麻烦 他只要拍到路人 他都把脸折掉 这样就是一点争议性都没有 所以不是说只要去拍到人 就一定是违反肖像权 就是这部分的话还要看有没有 就是在法医衡量的状况之下 比如说法医我们说是 著作权跟肖像权两个权利 然后互相在个案去做一个衡量 看应该优先保护哪个权利多一点 这样子 然后衡量下来的结果 可能每个案件都不太一样 可是你刚刚讲到 你要先证明你受到侵害 应该是说衡量的结果 可以去决定说有没有受到侵害 是 就比如说像是您刚刚说的一样 就是说我拍你 然后我有著作权 但是你有肖像权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 到底要保护我的作权 还是保护你的肖像权 这两个权利 在这个个案里面 法官会看说 那你是怎么拍他的 然后被拍的人是什么状况 就是种种的一个状况之下 去衡量说 到底应该优先去保护哪一个权利 那比如说 如果拍的状况不是很明显 然后比如说我是远拍 你这个路人这样子 甚至我是具有公益性 比如说我为了 哪一个公益活动 我是拍一个街景 这样子的话 蛮有可能会优先保护这个著作权 所以这个时候虽然说 你有你的肖像权 肖像权确实是存在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时候就不会构成一个 就是侵害肖像权的一个状况 因为个案衡量之下 优先保护那个著作权 所以这样讲很多新闻画面 他直接在路上拍人 这样子就没有侵权的问题 应该是说这个时候 法医衡量之下 优先保护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也是宪法所 保护的一个权利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衡量 就是说 比如说记者拍过每一个路人 甚至有时候把路人就直接 做来访问 为什么有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类似像这样子的话 其实 当然都有肖像权的问题 但是 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就是有肖像权跟肖像权的违反 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肖像权的违反 是衡量出来一种东西 衡量出来说 这个状况之下 因为你有新闻自由 然后新闻自由其实还蛮大的 因为他跟整个社会 整个民族 什么全部都有观念性 对他跟供应比较有关 所以这个时候 个人的部分 肖像权部分 可能会被比较压缩一点 然后所以新闻自由 比较大一点的话 那肖像权的部分 就不会构成违反 我们刚刚讲的是 在公共空间 那如果在比较私密 敏感的空间被拍到 那有些人就很不高兴 比如说汽车旅馆 我进出 不管是我的车 或我的人进出被拍到 那被公开了 有些人就会不高兴 那这时候是不是 他就比较有亲钱的余虑 因为他是比较特殊的场所 是如果在私人的场所的话 然后我们就是说 因为你侵害到他 同时也是 其他方面的权利 比如说住宅的安宁 或是私人的 隐私权那一类的 然后这部分的话 可能会认为说 如果我们回到 肖像权的部分的话 那就比较会构成 肖像权的一个违反 在这个衡量的结果之下 所以大马路上还好 会比较好一点 看场所 如果跟私人的住所比起来的话 大马路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在大马路 你对着一个人 很近的拍他的脸 特写也不行 这样还是会有问题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是等于说 可能会被认定说 你有去 就是去那个侵害到 对方的肖像权 因为你是 你虽然有著作权 但是你是用这种 放大的方式去 去拍他 那对他的权力 侵害比较大 然后法官可能会考量说 说你这个 错到倾态比较大 所以去优先保护这个肖像权 那就可能构成肖像权的一个违反 可是像现在大家都戴口罩啊 那你被拍到 可能只有你知道那是你 可是别人并不一定知道你 那这样子有没有侵权 就可能要个案认定 如果你戴口罩之后 跟你本人看起来真的超不像的 那蛮有可能不够 但是如果看 还是看得出来是你的话 就是我觉得 就是他的这个点在于说 到底看不看得出来是你 因为像有一些人 我觉得他戴口罩之后 我确实觉得说 他的特色都差很多 但是有一些人 你还是一看就知道是他 所以可能要看说 到底 有没有那么明显被认出来 那个就是你 能够认得出来的话 就有肖像权的一个问题 对啊 因为你当事人一定知道 这是我 可是别人并不一定看得出来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对我们等于说这样的话会 如果没有那么容易认出来的话 可能就比较不会侵犯到肖像权 所以你不高兴也没有用 因为看不出来是不是 对如果真的看不出来的话 这部分问题会比较小一点 那我们再来讲一些 那个真性业者 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在 所谓的妨碍肖像权 或妨碍一些秘密 因为他可能要跑去家里偷拍 或者是怎么样 是不是他们就常会被告 真性业者 他们也经常被告 然后他们也经常换公司的名字 就是他们的方式 就这样生存 然后可能名下经常都没有财产 公司下面都没有财产 所以这部分的话 游走法律边缘就对 对因为他们比较容易被告 因为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是 违法 事实上是很容易违法的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但是他们也都会有因因之道 对所以真性业还是一直都有 然后同样事情都一直在做 对就是还是有维系 他们生存下去的一些方式 可是像你这样子 如果你接到一些家庭纠纷 然后真性业者提供一些偷拍的影片给你 那到底能不能拿去停上当证据 是不是又有什么妨碍秘密罪 通常我们讲说 我们在实物上 其实都还是可以拿来做证据 还是可以 对而且证据的部分 除非你是用非常可恶的方式 去取得 而且是用一种 比如说比较恶劣的方式去取得的话 那可能就要 就考虑有没有例外排除的一个状况 不然我们在实物上 其实真的有这些证据的话 其实都还是可以拿来用 还是可以用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 不是偷拍就不能用就对 没有不是偷拍 就是原则上就是真心设的 在实物上拿来当证据也算是常见 对啊 我每次看到那个新闻就是 拿来用 然后另外一半就告妨碍秘密罪 因为你偷拍我 对对 那就是告的问题 然后有时候是民事行事的问题 反正就是说 但是我们讲说 这种证据在 在我们那个 还是有效 原则上是这样子 但有一些极度可恶或是令人发指的状况的话 那就是另当别论 比如说暴力取得 这个话就真的 如果是暴力的话 对啊 有些人就会拿着手机拍啊 你就我强迫你要承认干嘛干嘛 对不对 那像这种就是暴力取得 对这种 他就没有证据力 对这种还有另外有那一种 就是强制罪 或者是说其他罪的一个问题 像这种比较恶劣的状况取得的话 可能会例外去排除这个证据的一个证据能力 哇我们今天聊了三个我们网路上常常遇到的问题 最后对我们听众有没有一些提醒 要怎么明则保身 我觉得在网路上就是 比如说真的要发表自己意见的话 或者对什么事情 有什么看法的话 其实用词尽量还是中性一点好 因为如果去用词太强烈的话 到时候自己就是回旋的空间会比较少一点 那可能比较没有帮自己 没有办法帮自己做一个辩护 所以不是用假账号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留言就用假账号啊 真实的账号 有时候还是有可能可以查到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形式侦查的一个 侦查能力还蛮强的 对所以像我们实物上很常见的 反正你就是身体大的证据嘛 然后去查的话其实 我认为大部分的状况都还是查得到吧 对除非是在 一种状况是在什么国外的那种什么的 我懂 对那个就会比较难一点 但是如果在国内的话 像台湾这边的话 这样的话就 我觉得是比较难躲 所以做坏事还蛮辛苦 你要用国外的IP成立一个假账号 才可能躲得过 对就是要很 我这样好像变成说 教大家坏事 但是重点就不要乱讲话就好了 是是是 对啊 不要乱讲话就可以避免到无谓的干扰 就像你讲的 即使你不会沉醉 可是被征讯心情也是很不好 对如果要跑很多趟法院的话 其实还蛮费省的 对所以还是尽量 像我们法律人的话 其实通常我们讲大部分的啦 通常就是会去 避免掉各种麻烦 所以通常我们 就是讲话会比较 保守一点点 是 对对对 这样子可以省掉一些 无谓的麻烦这样子 对当你收到了重换通知 一般人心情都会很差 对 所以还是要避免 是 不要乱情绪的留言就对 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陈律师 为我们介绍法律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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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